歡迎收看小明星 常常月經外露 所以常常褲子上有紅點 妳都不會介意 怎麼可能可以介紹 她這個同學都是露到 整個椅子都是紅 而且妳都月經椅子上面都是 那是孤靈介紹妳的 下一個世界 現在就是很多男生喜歡 我上學做一個公車 就有其他女同學會在那個後座 用力格白寫什麼 公車文 妳說妳有被寫做一個 她在我的跑車文啊 公車文 有一個A女跟B女同時 喜歡上一個男生 B女後來是跟那個男的在一起 然後那個A女就男有B女 在運動的影片 那時候都是無名耶 她還辦了一個新的名照 放了那個影片上去 密碼提示就是那個女生的學號 好 所以有成管道可以過的 謝謝 謝謝妳的 謝謝妳的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有…歡迎各位 她們都是念女校是吧 對 這是我完全沒有經歷過的事 妳沒有 有…記得有一年 Sandy那個時候剛剛念高中 國中要升高中 爸爸跟媽媽就帶她到那個澳洲 不好意思 那是我小學的事 小學… 小學… 準備要升國中 升國中 對 升國中 後來我們就去看 已經要最好的學校 叫什麼St. Margaret St. Margaret 很棒 那個學費她說多貴 我說這個不用管這個啦 不是問題… 爸爸去賣金也要給她去添 賣金就好 賣…賣衣就可以了 賣血… 對… 爸爸去賣血都可以讓她去讀的 謝謝…好感人喔 後來一到裡面一看 我的媽啊 女生的裙子穿到腳踝啊 對 長裙 長裙穿到腳踝 天主教嗎 女校 我的媽啊 基督教學校 基督教學校 我說我們家都念基督教學校嘛 結果她穿到這邊 然後站在宿下吃那個 三明治 午餐 對啊… 然後每一個吃東西的時候 嘴巴要合起來 對 吃東西嘴巴不能這樣 對啊 感覺像一堆吐蕃薯有沒有 真的嗎 不能這樣 要有氣質 就很優雅 然後就在那邊 我看到這個景象 我後來決定說不行 爸爸一定要讓妳 在這個陰陽方面要調和 就是說要讀和校啦 不能都女生 妳要是念的女校的話 會不會整個變怪怪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 六位怪怪的朋友 不是 六位有讀女校的同學們 來…中山女高 嗨 太驕傲了 台南護專 一名 護士… 鬧江護校 也是護士 再來是湘瑩 是進修女中 咪咪也是 是 兩位是學姊妹 沒有 是學姊 明德女中 明德女中 愛雨傘 來… 咱們就朝這個方向好好來聊一下 好 今天要聊的就是 男生不懂的領域來看一下 女校好神秘喔 真的 是的 在校內沒有男生 女生其實邋遢到沒有辦法詳細 有真的嗎 怎麼可能 因為其實女校你讀久 反正就是 你就是 什麼叫沒有男人 你才高中耶 高中 你16歲是擁有過多少男人啊 因為你就是會變得很隨興 講得好像無性生智一樣 蚯蚓啊 就是很隨興 像我們學校 我們非常愛訂手搖杯的飲料 我們的手搖杯飲料都是 五 六杯起跳 放在桌上 放在各個角落 你都忘記 泡…爛掉 你根本不記得這杯到底是什麼時候 泡胡馬鈴的概念 對 然後每次要喝飲料的時候 就會喝喝看 不是這一杯 到底是哪一杯才是可以喝喝 隨便喝 剛剛薇如講了一個我覺得非常對 只有你們兩個可以這樣講 對 你們是獨護校的嘛 一個護校 一個護磚的 很懂… 然後衛生棉 像你看衛生棉這種很害羞的東西 如果你是唸男女的 很黑修的東西 很黑修的東西 很黑修 很黑修 對 妳可能會用一個小袋子 然後我是說紅色的 妳有沒有綿綿 然後大家偷偷遞過來 可是我們都是 衛生棉可以來喔 從第一台就丟過去了 對 就是天空上這樣 直接用丟的 用抛接的 不是應該很有氣質的嗎 沒有 然後可能就是腳都開開 已經習慣了 對 等於妳現在是很不自在的 沒有 因為長大之後慢慢有回來 妳們才不會在學校裡面 也台客蹲吧 有… 這很奇怪耶 這也有 就是很隨性 而且 而且台客蹲之後 妳還可以拿裙子扇風 對 體育課很熱 就這樣子這樣歇一歇 就是裡面要穿短褲 就無所謂 就是很隨性 裡面反正也是短褲也OK 而且大家都是女生都無所謂 對 相淫… 對 然後還有我先講一下 然後我們體育課 因為我們都是要穿制服 然後到體育課才要換體育服 全部女生都直接在教室裡面 就直接穿了 對 就是這樣子 要穿短褲都直接穿了 都是女生嘛 對 然後我要講 因為畢竟都是女生 就是沒男人 那個時候又自己覺得很有自信 因為人家都說進修 就是女生都很有氣質 很漂亮 然後那時候就毫無氣 就是放肆了大吃 也都不覺得自己很胖 結果那時候是人生最巔峰的時候 等一下 這是妳啊 對 70公斤 對 70公斤 70 好 妳呢 像我們以前常常在那個身後 都會看到別人前面很多紅點 對 一大批 什麼意思 就是月經會外露啊 對… 常常褲子上有紅斑 紅點 妳都不會介意 可是如果妳現在走在路上 像妳穿這種白裙 怎麼可能可以接受 完全可以接受 因為都是女生有什麼關係 如果遇到路上有一些紅點 妳也不會介意啊 真的耶 對啊 久了妳就習慣了 而且還有那個同學他是露到 他的量多到整個椅子都是紅的 我說他起來 照我說妳的月經椅子在那邊都是耶 那是孤零街少年殺人事件 太嚴重了啦 真的假的 但是不知道就是見怪不怪 反正我們都贏了 對 就不會介意這種東西 對 咪咪… 而且像說妳說露紅點 但我們真的也會露紅點 有時候 因為冬天的時候其實很冷 我們都一定要穿這麼就是薄 然後只有一個毛背心出門 對 對 不能穿運動服什麼 所以其實有時候 起來就會 那就直接就穿去學校 然後就上課上一半才發現 為什麼好像涼涼的 妳OK啦 好像艾雨莎非常就不甘便 可是真的有這種很多好身材 都這樣子喔 對 覺得有時候會空空 空空的 對 雞凸的 對啊 很冷啊 冬天 然後才發現 雞凸喔 對 發現說自己忘記穿 忘記穿內衣了 對 真的 我也會 有同學也會 然後就沒辦法 所以就再套一件背心上去 我是忘記穿內褲 但是其實大家都覺得也沒關係 因為都是女生 妳的內褲要不要拿回去啊 什麼啊 沒事…各聊各的 來 艾雨莎… 明德女中 對 還有很多同學都 然後妳坐在她後面的時候 對 不喜歡洗頭 然後妳會看到很油 然後上面還有那個頭皮靴 一束… 對 一束一束的 而且妳只要電風扇那樣轉 那個一直這樣巡迴… 有時候還會湊到 到下一個都會聞得到 可是就純粹只是因為沒有男生 就可以這樣肆無忌憚 對 他們東西也都稀稀塞在那個抽屜 我每次進學校的時候 就會發現 去學校就會 因為一進到學校的時候 就發現同學素顏的時候很可怕 尤其是以前很流行 就是你知道後面眉毛剃掉 對 沒有眉毛 沒有眉毛 然後整個氣色很雪白 然後就是看起來氣色很差 很像異際 對 然後但是等到下課的時候 倒數第二節課的時候 就開始人模人樣又回來了 因為到下課要上學了 對 我有聽說 對 所以就差很多 人家說為什麼是毛語錄裡面 有一段話你們可能沒聽過 我跟你們講 它裡面真的這樣寫 它說男女搭配幹活不累 因為陰陽可以調和 男生跟女生一起去工作的時候 他看著喜歡的人 他也看到這是一個男生 我就會整流的 把自己打扮好 稍微注意一下自己 服裝或什麼這樣子 甚至不要吃太多 對 會嗎 可是如果男女一直調和 然後我平常工作的時候會更累啊 不是… 調過頭的時候就這樣 那是要看哪一種調和 因為妳就隨時就注意嘛 對不對 不是 妳要走在那個男生的前面 妳就會看看自己屁股有沒有吃布 對不對 有… 屁股吃布就會趕快拉一拉嘛 對 拉出來 真的有差耶 因為以前我真的 剛進女校之前的時候 我就想說進女校應該大家都乾乾淨 淨淨淨淨淨淨 結果後來進去之後 完全是盼落兩人 而且是越來越誇張 從剛進去的第一年的時候 可能大家還會打扮 到後面 只是一年級的下學期 高一的下學期 大家就變了 完全就是真面目全部出來 就剛剛所有的傾向都有了 我覺得會越被影響 因為像我們學校是住校 因為我是念五年 完蛋了 像他們可能高中還是去上學 下課就回家 我是從一年級 國中學畢業之後就住在那邊 學校裡面 放學回去還是跟女生住在宿舍 這樣怎麼行 而且我們宿舍是 比當16個 因為我們是國立學校 然後所以就是預算有限 聽說都是要放學前 才毛起來打扮 沒有 因為我們學校 其實非常非常嚴格 因為我們是天主教學校 就是在林下夜市那邊 林下夜市 雙簾 雙簾在哪裡 因為我們學校非常非常嚴格 所以你在學校是不可能 就是倒數第二堂 倒數第二堂化妝 一定都是趁下課 可能跟朋友可能約在旁邊的 那個麥當勞才開始化妝 為了就是因為沒有男生嘛 所以就是可能去 都會戴便服對不對 不會 那時候我們會把裙子 折兩次 往上折 因為我們的裙子要超長 要到機蓋以下 長裙變迷你就對了 對 然後就可能去旁邊的麥當勞 可能稍微化妝 那個時候認識Paul了嘛 那時候還不認識 妳的人生最快樂的時光 那雙學生這就是 最快樂就是放學了嘛 對 所以放學前打扮 有什麼誇張的地方 跟一般學校不一樣 我是因為那時候 被教官盯得很緊 因為那時候我的眉毛 就是異計的眉毛 所以每次我只要一去學校 被教官看到 教官一定都是叫我第二堂課 去他的那個教官是備單字 所以我在學校都很乖 我不能在學校做一些 太…誇張的事情 我只能放學以後才可以 對 但是後來我發現 我以前覺得讀私立學校 應該是比較就是 怎麼講 就是可以打扮或幹嘛什麼 但後來我發現沒有 反而是公立學校的女生 特別的誇張 有些像什麼中山旅中的 對 他們裙子都超級無敵多 我們學校裙子都超長的 我都穿過腳底板了 對… 沒有機會的 沒有比那個年代 對啦 因為我年代是二十幾年前 對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真的是 我們後來就發現 公立學校的女生 然後裙子真的都比我們超短 所以學校還短 然後衣服也是一樣 然後頭髮顏色什麼都 沒有 但是你們念書的時候 都沒有髮禁嗎 我們有 有啊 都有啦 有髮禁啊 有 對啊 你又不是 沒有啦…愛語莎… 我們是到快放學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廁所都一堆人 在那邊開始補妝化妝 就是你們嘛 對 就是我們 對 然後你會發現 他從早上開始的時候 就是素顏來 大家就像早上這樣子 然後慢慢的越來越像人 一直到放學的時候 就變正妹這樣 那個妝會慢慢的滴… 滴著然後右上來 妳確定這一群有真的變正妹嗎 對啊 右上那一個是例外 可是他真的畫這樣走出校門 因為你只要有一點不一樣的話 你就會被注目 畫成這樣是幹嘛 那個是一般是站在 懲罰吧 靈驟前面 藝人 紫紮人 紫紮人對不對 剛剛不是說了嗎 穿梭陰陽界就這樣子 對 有沒有看到 咪咪去補習班要特別打扮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 其實有晚自習嘛 晚自習可能要留到9點 就在學校裡面 妳們這個還要去補習啊 那可能就跟學校告假 就是晚自習就沒有上 所以大家就是有些女校的朋友 就會開始會一出校門 就開始去捷運的廁所 然後就搭捷運嘛 所以我們就開始會就補妝 然後他們一定都會就是 特別晚進那個教室門口 然後就會可能可以吸引到一些 就是男生的注目 對 因為平常學校完全沒有選擇 到底是有在討論沒有嗎 沒有啊 沒有在唸書 印竹… 而且妳們 妳剛剛說那個補習班 還有男生是不是 我們以前學校的補習班 就連放學去補的那種 護校專門的補習班 也都是女生 因為妳都是護校 護校 可是現在很多男護士耶 可是現在超多的 我那個年代是純女校 然後到現在政府 因為那個性別平等法 所以才開放男生來唸 我們那個時候唯一只有 在校慶原優惠的時候 是可以開放外校進來的 我們也是 對 不然平常的時候 都是大門深鎖那種 然後這個時候 就是大家開始要炫耀自己 其實是有男人的時候了 就班上某個女生 可能就會帶說她男朋友進來 說我是男一中的 男二中的 成大的男朋友 這時候就要帶進來 走在妳旁邊 很囂張 可以嗎 可以做 可以 就只有在原優惠跟笑棄 可是這種時候 大家就會默默的 就看一下她男朋友 然後就說 那個五十號交的男朋友 也還好嘛 就是會有這樣 對 醜死了 妳幹嘛那麼氣 對 幹嘛那麼氣 她說我前男友 但是這也是滿有可能的 因為以前我們就會跟男一中 男二中可能聯誼什麼的 所以大家男朋友 可能會雙倍到 我是沒有 但是我常常看到這種東西 她講的就是爸爸的學校有沒有 好可怕喔 對 他們以前叫台南家專 你有追過這個學校的嗎 可能他們差了15年耶 不是啦 就是那個 不是 我就是口哨就OK了 不是 回你的頭啦 然後後來他們才改成台南護專 年輕的男老師師生戀 天啊 有沒有這種東西 拍一如產生自我白衣 亂未如短髮現煞學妹 我一年級才有三年級 學姐很帥 而且一走過去 大家就趴在那邊看 學姐好帥 那時候我就一直想說 天啊 該不會 我是喜歡女生嘛 這麼嚴重 可是後來我學姐追悟 然後我發現 我好像不行 就好像都… 妳是不行 因為那陣子好像就流行 孫燕姿嘛 我就突然剪了一個短髮 大家就以為我也是 對 感覺好像妳出櫃了 對 學妹開始也是會 對 趴著看妳 然後還有就帶她來 跟她講話 很帥… 年輕的男老師師生戀 天啊 有沒有這種東西 沒有 為什麼… 就是你們上課的時候 被都民俊教到了 不可能 沒有這麼好的事吧 好希望喔 都民俊系 就是我就上課的時候 讀女校的時候才發現 所有的學校的老師 基本上都是女生 然後有的男老師是數得出來 但是呢 對… 真的耶 哪有這麼好的老師 而且連體育老師都是女生 然後講話有相應 白髮蒼蒼 而且很像過兩年 他就要退休的那種 對 哈囉 為什麼 70歲已經在過兩年 他就要離開了吧 講得好像過兩年他就要走人了 對啊 是真的 真的是喔 白髮蒼蒼 然後尤其是教那種地理課的時候 是最受不了的 就阿公就對了 就是最地理歷史 國文 會睡著 國文講苦詩的 而且他們已經沒有熱情了 你知道嗎 他們就已經就是上課 就是用念的 就是對 沒興趣就對了 對 然後你就上課的時候 就很想睡覺 對 然後看到老師就整個 難怪你們是地理課的時候 都上得很差 對 真的 還有國文也是 總之會有新畢業的男老師 一定有年輕 有一種可能就是他是來實習的 可能就是短暫只會逗留 學校不會讓那種年輕的小鮮肉 來我們學校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為了 想要看男老師 我們做過一個超壞的事 就是他要來實習幾個月吧 他要走之前 我們就想說怎麼樣 可以看到那個男老師更多面 然後我們就送他一件T恤 叫他現場換給我們看 結果他換了嗎 因為我們自己做的 上面可能有貼貼紙 扳符… 那些 然後就說 老師你走之前 我們送你一件T恤 為了感謝我們你應該要現場 他死都不肯對不對 就換啦 我第一次看到男生裸上半身 而且那個男老師很壯 有在健身 好羨慕喔 但是他就只有短暫來一個月而已 好羨慕喔 這不行 那是學校會不允許的 有沒有…曾經傳聞過 比如說你們的學姐或誰 有發生跟老師失聲戀有沒有 沒有… 有說小說裡才有啦 有吧 那個不是失聲戀 是祖孫戀了 真的 真的 那個可能年紀差太多 都白髮 白髮蒼蒼的那種老人 但是有那種周遭的朋友 他們就是喜歡教官 因為教官其實就是海軍退伍的那種 然後他其實也長得不錯 可是他已經結婚 可是我們 對 那時候的教官就是還帥帥的 然後大家就是 就會就是寫卡片給教官 對 就是僅止於這樣 但是其實就不可能發生 有沒有可能是學校故意安排的 我覺得是… 對啊 因為都是女孩子 就是要保護嘛 所以也給你結過婚的 也給你老的 不然就是老的又結過婚的 對… 感覺好悲傷 感覺起來就逼他們婚外前就對了 就是沒有選擇了嘛 然後我跟你講 因為全部都女生對不對 對 讀書全部是女生 也沒有男生 然後對性向上面會不會產生疑惑 有沒有這樣 中性的好像特別很多 一定會 而且就是那個時候 學姐如果她很帥 就有三年 我一年級的時候 有三年級的學姐很帥 風雲人物 然後每次一走過去 大家就趴在那邊看 學姐好帥 然後學姐只要這樣飄一眼 然後我們就會心上空跳 會尖叫嗎 因為那時候我就一直想說 天啊 該不會 我是喜歡女生嘛 這麼嚴重啊 因為你的附近 你班上很多人都跟女生在一起 然後你只要是 其實你只要是T 你就會吃得滿開的 然後我就有點懷疑自己的性向 可是後來我發現 因為後來是有學姐追我 然後我發現 就不… 妳好像不喜歡 就是…我崇拜她 我不嫌 我意思是說我崇拜她 可是她如果真的要追我說 願不願意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我好像又沒辦法 所以我才想說 原來我不是…同性的 不過我突然想到 雖然我們是男女和孝 可是我以前讀國中的時候 也有學姐因為非常之帥 就當然走過去會尖叫 什麼都很正常 偏偏這位學姐品學兼優 然後她還會打籃球 然後她還會保護弱小 就是小學妹如果被國二的欺負 國三學姐會衝出來說 你們在幹嘛 對 所以是不是就會有一種 真的會愛上她的感覺 這個會 感覺她就是 就是英雄就對了 對 有些家長是堅決反對的 比如說她的家長就是我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當時就是人家在追她 對… 追到已經是會 她比較暴力 對 對 那時候她是 不可在一起我就死給你看 對… 是男生還女生 女生嘛 這麼愛 國中的時候她追我 然後因為我就跟她說 我們可以當很好的朋友 我們就每天都可以一起聊天什麼的 因為沒有辦法得到 就是覺得特別珍貴嘛 我就特別找機會 去學校跟那個女孩子說 孩子 我跟她生活在一起 什麼態度啊 她很喜歡我 她很恐怖耶 就是她只要看到任何男生 跟我說話 她就割完 真的 對 所以我有過後必有一個時間 是休學的 妳不要再割完了啦 後來我叫她去學音樂 她去拉手 拉小提琴 妳不要鬧啦 沒有 這樣子 沒有 那個手上面都是刀疤 她比較恐怖耶 好激進喔 我一看就不行了 萬一妳不割自己的手 來割她還得了 對啊 對 太危險了 國中我就說 忙到國外去 澳洲也可以 美國 然後離開就可以了 我那時候國中的時候 也有被就是一般的 學姐 但是原本是好朋友 她性向也是正常的 但是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相處久了之後 她開始 對 她就突然有傾訴了 對 就喜歡我 然後她突然剪了一個短頭髮 然後剛開始剪短的時候 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但是後來之後 我就覺得她對我已經特別就是 有意思 對 會開始摸或什麼 所以我就開始覺得怪怪 然後我就發現說 她後來有一天就突然跟我告白 我就真的嚇到了 對 因為我就覺得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對 你告白要講什麼 就一樣 就你把她想成一般人 一樣啊 她會講一樣的話 對… 對 我最近對妳 因為國中還很小沒有 我高一也很小 對 還不會講正常的表白的時候 也還不會說到什麼我愛妳 其實很可愛啦 我們連男校也差不多啊 有人跟你表白 誰跟妳說 值得 不值得 推文中女同學嫉妒 女鄉熱鬥無所不用其極 誰要替很多男生喜歡我 像是做一個公車 就有其他女同學會在那個後座 用立刻來寫公車文 我就說妳寫做一個 跑車文啊 怎麼可以公車文 有一個A女跟B女 同時喜歡上一個男生 B女後來是跟那個男的在一起 然後那個A女就男有B女 在運動的影片 男生都是無名 她還辦了一個新的無名帳號 放那個影片上去 密碼提示就是那個女生的學號 天啊 有什麼管道可以獲得這個東西 可以 有人跟你表白 不值得 不值得 我們在那個廁所出來洗手台 在洗手有沒有 我就突然間覺得後面有人在頂我 怎麼可能 真的假的 對 真的假的啦 我就怎麼靠這麼近 可能人很多嘛 對… 沒有 廁所只有她跟我 結果呢… 我說幹嘛 她在我耳朵旁邊講 吹氣… 好可愛喔 我才發覺她拉力沒有拉 好可怕 對 很可怕對不對 然後呢 那你有事嗎… 我趕快轉過來 轉過來 四個屁啊 我比妳還大 我大她兩個多月啦 年紀啊 我是9月嘛 但是11月 OK 好 所以後來就講到就是我高中那個時候 突然間我在高2的時候 妳轉好快 對 妳怎麼那麼自在啊 我就剪了一個短頭髮 就突然那一陣子好像就流行孫燕姿嘛 然後那時候就是大家很流行 就是開始要剪短髮 然後後來那時候我就突然剪了一個 短髮之後 就變成學校風雲人物 然後就是大家就以為我也是 就是體 對 就是因為在女校裡面 很少女生會剪短髮 一剪的話通常人家就以為妳也是 所以那時候就學妹開始 感覺好像妳出櫃了 對 然後那時候學妹開始 也是會就是會告白或是經過妳 然後後來我同學也開始跟著剪短了 就大家就跟著剪短了 很帥… 然後那個時候很流行傑尼斯 對 日本的 日本… 對 所以那時候就是大家 女生就是後來就開始慢慢也都跟著 就是跟著我剪短了 所以我後來同學也都跟著剪短了 剪短頭髮 後來就變成風雲人物 然後就開始被同學告白什麼的 對 然後就還滿不自在突然間 對啊 而且妳是妳比較嬌小 然後五官又長得很精緻 就真的就是花美男的樣子 但是沒有化妝的時候 是真的還滿像男生的 小男生逼來 小男生的感覺 感覺像小男生 小男生 咪咪… 班上只要一兩個 如果喜歡同一個女生 那時候就真的很尷尬 因為大家就會分那種變小圈圈 對 然後就變 我到底要跟誰好 跟誰不好 然後甚至他們就是還會就是 因為我們學校其實是不准外食的 然後大家其實就是會 那些就是比較中性的朋友 他們就會特別就是很Man的表現 然後可能下課 放學的時候 就會偷偷直接衝去寧夏夜市 買那個我們的晚餐 然後送進來 偷偷從那個校門口的縫 然後送進來給我們 然後大家就會 她收到她的食物了 然後就會開始很興奮 然後就會你知道 大家就會很開心的玩自習 把你們當動物園的那個 被餵食的感覺 就很開心 小確幸 這麼說 其實男女分校是怪怪的 其實 有點過於強迫吧 我覺得有點強迫 我就要看人啦 對 我也覺得很不適合 來… 小歡體名爭暗鬥 女校比東廷裡還要嫌惡 愛語蕭 真的有這種事情嗎 愛語是不是 有 就是今天有一個A女 跟一個B女 然後他們兩個同時 喜歡上一個旁邊學校的男生 然後男生常常會翹課來獻殷勤 B女是後來是跟那個男的在一起 然後那個A女知道之後 她就覺得有點不太開心 因為那個B女其實是很愛玩 然後玩很開的那一種 所以她就會覺得說 妳怎麼會沒有選我 妳選著她 然後後來有一次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A女竟然 有B女的影片 然後 什麼樣的影片 在念書寫功課嗎 不是 抖音… 那時候還沒有抖音 那時候都是無名小站 只有只是她的學貓叫影片 不是 然後就是在運動的影片 對 怎麼會…怎麼會那麼前衛 為什麼年代這樣犯罪耶 好不清楚 這個就是第一代的抖音 抖音 故事中耶 對啊 真的啊 而且她還辦了一個新的無名帳號 因為那時候流行無名嘛 對 對 然後她就放那個影片上去之後 她把它鎖起來 其實還看得到封面的 然後那個 天啊 妳要知道這件事情 妳要知道她吧 妳只要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有那個學號的話 妳輸入進去就可以看了 好過分喔 現在我們有什麼管道可以 握合進去 現在沒有啦 現在沒有 無名已經不見了 太出風頭了是怎麼樣 就是 在學校裡面 妳如果今天可能大家都喜歡妳 或者是有人獻殷請給妳 或者是學校旁邊的男生 可能買東西過來給妳 就像妳說的那樣 就是 妳們學生好可怕喔 就我覺得很無聊啊 而且以前就是這樣 比如說有很多男生喜歡妳 對 然後他們就是 我記得以前我上學上一個 坐一個公車 比如說假設41路我記得 公車上就有其他女同學 會在那個後座 寫用立可白寫什麼 說妳 被寫做一個專輯是不是 好可憐喔 對啊 妳也回 我練高中都沒有捷運 好歹我是跑車文啊 怎麼可以公車呢 對不對 就是 跑車只能帶一個人 公車就很難聽耶 對 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會激怒妳就會這樣寫 而且但我發生過一件事是 我以前高一的時候 已經簽唱片公司 開始就是拍廣告了 然後我就參加 高一的時候 對 我是高二出道跟妳一起 其實聽起來其實很小耶 很小 然後那時候高一 因為簽了唱片公司 已經拍廣告之後 在學校就有點名氣 然後我去參加聯誼的時候 就有很多男同學 我還記得是附中的 然後就一直來拍照 但他們不是要做朋友 他們就是粉絲的心態 然後因為這樣 我的同學 就警告我說 妳太夯了 這個被搶走 對 風頭都被搶走了 妳風頭太賤了 沒辦法 我人也是 不是 風頭太賤了 對 妳看 她這個就是當年的時候 高中美 多可憐 天啊 從年代 還有養那種狗的啦 我的媽 沒有 就是穿制服 高中誰會拍那種照片 因為我國中高中 大概就是我人生的巔峰耶 還黑白的耶 好清楚耶 超漂亮 都沒有變 而且她只要跟同班同學 一起站出來她就是斑滑 對 所以妳說妳要 誰會讓妳去參加聯誼啊 所以後來我只參加那一場 就覺得很孤單 因為後來就也出唱片之後 更沒有時間參加了 就好可惜喔 她講到她高中時代 是她的人生最輝煌的年代 因為妳有看過高中時候的我 她小時候真的很可愛 對 很漂亮 有時候我們會感嘆歲月的摧殘 就像要把她殺成功了 還好啦 沒有啦 來 維如 維如… 我覺得在女校裡面 會看到很可怕的畫面 是沒有想過說 女生真的是可以兇起來 是很兇的 然後像我曾經就有 同學 女同學 A同學跟B同學兩個也是 就是也是為了男生 然後吵架 然後吵到最後是兩個人 就是丟書 剛才的丟書包 丟書包到最後是互扯衣服 然後扯頭髮 然後這樣拉扯要打對方 就在裡面打架 就在裡面打架 然後就很暴力 對 然後而且女生打架 就真的就是扯頭髮 然後就撕妳的衣服 把妳的衣服撕破的那種 所以當下的時候看到的時候 就原來沒想到說 女生原來是兇起來是很可怕的 這樣相對來講 我們學校好像比較單純耶 南部嘛 太難 我們南部學校沒有這麼多恐怖的 沒有 妳們就互相打針 就拿針 拿起針 妳錯嘛 妳錯 我錯妳 對 但我們不至於有這麼誇張 講什麼 影片這種事情 好像不太可能在我們學校出現 但是我們學校其實是 尤其是念護理體系的人 都會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一 二年級的時候 都會派去當糾察隊 然後要登記吃到的什麼 都是菜鳥在做這種事情 但是每一次 每次我站糾察隊在門口 然後看到學姐明明就姍姍來遲 然後妳要過去登記她的時候 學姐就會說 學妹 妳幾年級 然後就一年級 怎樣 現在來上課有怎樣嗎 沒怎樣 學姐請啊 誰敢登記 對 就是妳也不敢登記她們 所以就其實我們學校 就算是妳是 妳是糾察隊 妳也不能對學姐失禁 實道有什麼關係 學姐願意來就不錯了 對 所以基本上好的學姐 就是很守規矩的學姐 當然妳去登記她沒事 我到最後被規定 就是說怎麼樣你知道嗎 一定要老師踏出教室的前一秒 進來就算有到 妳這麼糟糕 對… 都不用去學校啦 對 因為當班長還是要來一下 是 對 來…向瑩… 我覺得其實同學之間都還好 我覺得其實最恐怖的是老師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們學校的老師 他就是比較重視那種 成績比較好的同學 所以他對於可能像我這種 可能成績不好 他是完全是完全不理 他看你是這種 是用斜眼看 真的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 我那時候就參加台北市 被我一個什麼作文比賽 我得了佳作 我的班老師知道說 那個老師不喜歡我 所以他就把那個老師教作說 什麼…老師跟你講 現在贏那 作文看 他台北市他得了什麼佳作 老師就 冷冷的 對 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女校其實老師 就是超級比較偏愛他 屬於他們比較喜歡的 不是 老師怎麼會這樣子 對 讀書的有什麼意義呢 對不對 所以上他課我壓力都超大的 這其實沒有必要耶 對不對 後來算一算 在學校裡面書唸得不好的 反正出社會有用 這倒是 對啊 對啊 我就說我們班上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做那個 修理汽車的有沒有 書又讀不好的 對 我就跟你們講過 妳有聽過那個叔叔嘛 那後來呢 他沒有什麼 他就是國中也念不好 然後現在是老闆 對啊 花出去的薪水啦 兩千多萬 就兩千多萬 就不用想他賺多少了 就你就不用說他賺多少錢了嘛 對 對啊 所以行行出狀元 不要行行出狀況嘛 對 不是只有讀書高 那麼會讀書 什麼都第一 對不對 永遠都沒有考第二 那麼會讀書 妳去當老師好了 對啊 去當老師 我現在是在說我哥哥啦 他真的是老師 你不要這樣子啦 他這一生沒有考過第二名 真的厲害喔 怎麼會讀書 去當老師嘛 也不錯啦 適合他就好了 沒有男人可以真就真名次 比賽就像在拚生死 你所謂比賽是 什麼樣的比賽啊 可能是功課的比賽嘛 潘映竹 潘映竹冤家入宅 女校未求勝不折手端 我們學校對於運動 比賽的項目也會超級在意 學校明明就有籃球場 可是都沒有人在練 就一片安靜 然後我們去城大的籃球場 沒想到在城大 遇到四年什麼 沒有到去城大 滿滿的都是我們學校的人 像我們打籃球 女生真的是比男生還狠 一定臉上都會出現一些 掛痕 抓痕啊 女生就是亂抓 就把她的內衣撐下來 變得一定要好 好激烈喔 今天所有內容都跟內衣 沒有關係 不穿 怎麼會讀書 去當老師嘛 也不錯啦 適合他就好了 沒有男人可以真就真名次 比賽就像在拚生死 你所謂比賽是比賽男伴 可能是功課的比賽嘛 映竹 對 其實我們學校 除了功課的比賽 大家會很在意 班牌嘛 我們一個年級五個班 大家都在爭說 這一次我們五班有沒有在第一 有沒有輸給四班 0.4 除了這個之外 大家雖然都是女生 可是對於運動這種 比賽的項目也都會超級在意 因為這種時候 就是如果你功課上 你已經班牌名 你輸給了這一班囉 你在這個籃球比賽 你就是絕對不能輸 啦啦隊也絕對不能輸 一定要拿第一 真第一的這種 所以每次就是 我們每一年都有啦啦隊比賽 這種時候 大家都躲起來偷偷練習 但是他們就是 像我們就是會偷偷去看到 四班在練啦啦隊 我們去旁邊偷看他們用什麼招 看他們有沒有翻兩圈 然後看他們用什麼歌 然後偷偷回來打聽情報 然後 他們 什麼神雕雕雕 就是都用偷聽 大家都偷來的 然後學校明明就有籃球場 可是最近要比籃球 不在那裡練 對 都沒有人在練 就一片安靜 然後我們都會說 我跟你講 我們不要在學校裡面練 因為這樣會被偷招 我們去成大的那個操場的籃球 沒想到在成大 遇到四年三百年 對 沒有到去成大 滿滿的都是我們學校的人 在那邊練球 大家都躲到別的學校去練 你知道嗎 就是大家都會很想要贏 就是那個好勝心很強 像我們打籃球也是 就是女生真的是沒在 就比男生還狠就對了 就是幹拐子 或是整個抓 對 頭髮絕對是會被抓 跟擠個下來 然後 妳今天這個裝扮比較像 對啊 好像人 就清初啦 對 她不是清末 她清初 反正如果綁這樣可能下面 就是打完球場 那一場賽可能頭髮整個都亂了 對 然後就是一定 臉上都會出現一些 掛彩 對 抓痕 然後我曾經就是還是有那種別班 就是跟我們班在比賽 然後打一打 真的就是女生就是亂抓 就把她的內衣真的也給扯下來 變皮力要保 好激烈喔 她今天所有內容都跟咪咪內衣 不穿內衣 真的 我不知道 可能我們就是攻擊的地方 很明顯吧 就是整個就是頭 要不是就是身體然後亂抓 真的就是好慘喔 情書啦 你們應該都有接到很多情書對不對 我跟妳講 女生寫來 男生都有 我跟妳講 女校 怎麼樣 報告欄裡面貼了一封 我寫給某一個女生的情書 我有這樣貼過人家的 我被人家貼在那個地方 對… 後來我心裡想 不對啊 後來輾轉繞了很多 用了很多方法什麼 地方勢力有沒有的 終於把那個信拿到手裡 後來那個信是假的 不是我寫的 你被毀謗就對了 對… 原因是 自台身價的概念 原因是我跟他們學校 別的女生交往 另外一個女生在一起 對 對 然後她喜歡你 對 這也好可怕喔 對 我真的 她們是怎麼樣 為什麼要喜歡妳 幽默 幽默吧 就通常被貼出來 妳會了解的啦 對 國中高中的時候 幽默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可是當你發現真的沒有帥哥 你才會想說那來看一個幽默的 不是啦 本來就是啦 拜託 你又不高 球又打得不好 又不會念書 又沒有來學校誰喜歡你 對啊 對…真的喜歡你 沒有誰要喜歡籃球的 然後畢業典禮也沒來 那我問你們 你們有誰高中就開過演唱會的 有吧 我高中就開過演唱會啊 你高中有開 而且是高一 好啦… 妳很棒… 所以就因為這個樣子 然後那個女校很有名嘛 全校都女生 家習女中喔 男女喔 台男女中 長榮男中 不能講… 因為所有人都會知道 然後她們就是 有一個女生就是非常風雲的 所有人都在追她 但是我喜歡她的一個朋友 很普通的一個女孩子 但是看起來就是很舒服這樣 清湯掛面這樣 然後我就… 我就很喜歡她 然後偶爾會到校門口 站在那裡吹口哨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 然後到最後就是 兩個人變成是朋友 然後她就很嫉妒嘛 然後她就用我的名字 寫了一封信給自己 然後寄到學校裡面來 然後再拿去公布欄裡面貼在那邊 然後就刺激那個女生 裡面很多錯字嗎 像不像演習攻略 對啊 沒有 因為她是校花 她不能接受妳不喜歡她 對 這段音樂就被斷了嗎 對 就斷了 那妳這樣做就做 妳就還是可以跟她在一起啊 對啊 也對喔 對啊 她是校花 她一定是校花對不對 來…愛雨莎也遇過這個 我們學校也會一直辦一些 籃球比賽 還是羽毛球比賽那一種 然後我們班的女生是屬於 功課比較沒有這麼認真 可是我們在比賽 一定要得第一名的那一種 然後每次比賽的時候 他們就會開始針對我們班 可能就是撞妳一下 不然就是抓妳一下 然後打雨球也是 他們直接攻擊妳的臉 不是…沒有這麼直接 殺球 殺球直接都攻妳的臉這樣 對啊 真是見了個鬼啊 有沒有 好恐怖喔 最後想問一題 妳說 妳們會 未來會讓自己的孩子 讀女校嗎 我會 為什麼聽起來這麼悲愷還會 未來會讓自己的孩子讀女校嗎 我會 為什麼聽起來這麼悲愷還會 是嗎 沒有 因為如果是她考進去的話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是我覺得 中山女高 北一 對啊 如果是女人考上這種學校 但現在好像北一女以後 開始有男生了對不對 真的嗎 有嗎… 北一女有男生 雄中就有女生嗎 雄中有女生 雄中有音樂班 有音樂班 雄中有音樂班 有可能在我女兒要念的時候 已經有男生了 這是有可能的 而且其實在女校有個好處 是真的 我告訴你 可是可以講嗎 就如果在青春期的話 不能講… 講啦 如果你在青春期念女校 我覺得 什麼… 什麼啊 有這個好恐怖 我就剛剛跟你說 可不可以講 妳又說可以講 不是因為為了碰 沒有 可是我覺得妳越禁止她 她可能就會越… 她還是平均… 她想破還是會破 平均… 因為接觸的男生真的很少 因為妳接觸的機率少 妳交男朋友機率還是會低一點 也是啦 妳硬是要破我也沒辦法啊對不對 沒有啦 要給正確的觀念啦 正確的觀念來 文如呢 我啊 我會 我其實OK耶 我覺得 但是我又有點擔心 因為現在社會變遷得很快 然後我覺得 現在大家都太早熟了 我很怕就是如果我女兒 就是現在如果去念學校的話 她出來就是有點 就是你知道就是 怪怪 接觸人家跟男生 對 會有點社交障礙 因為那時候我 她不知道怎麼跟男生相處 我那時候也有社交障礙 就是看到男生會有點緊張 對 而且小時候妳高中沒有接觸到男生 妳大學會猛交男朋友 也是有可能 對 越限制的話 而且這時候眼光也會降得很低 當完兵回來突然間結婚 最後都後悔 對 母豬賽貂蠶 對 因為當兵三年母豬賽貂蠶嘛 你們幾個 這個還不錯 天啊 不得了 還有芳草一大堆 對 妳會讓妳的孩子 我還是會耶 對 因為其實我真的覺得 念女校的女生比較 我覺得也比較懂得會保護自己 我覺得 真的喔 比較矜持一點 對 對 會比較矜持一點 妳們都為什麼人丟來丟去 矜持在男生裡啊 對男生… 對男生比較保守一點 妳咪 妳家兩個女兒囉 兩個女兒 我覺得會讓她選擇 就是男女合校 因為我覺得就是 她們可以就是有多元的發展 而且其實我覺得男女合校 在台灣現在的社會 就比較 校風比較開放 像玩社團或什麼 其實都比較多元 她們可以自己選擇 可是女校我覺得 會比較封閉一點點 可能就是很容易 就是畢業就會被騙 像我就被我老公畢業 誰叫妳要喝那麼多 不是 我覺得就是 因為真的會比較 可以很多選擇嘛 我應該會尊重小孩子自己選擇 因為像我表姐 跟我表哥還有表妹 她們都是舅舅她幫她安排那些 如果有時候我覺得 妳越強迫她做什麼 等到她們畢業之後 她們會做越瘋狂的事情 對… 嚴肝負 適得其反 關得越言越沒辦法 這種兩性的關係 我覺得還是讓孩子們 有找一些機會可以接觸 對啊 讓他們自己去摸索了解 所以我們家一律就是 她們可以交往 但是就是教會 對 就是教會 好 教會 教會裡面就男生女生 都在一起啦 對不對 教會裡面沒有分那個只有 女生 沒有啊 沒有 對啊 因為在上帝的眼中 每一個子民都是一樣的 對 再次感謝他們 謝謝 謝謝 謝謝分享 謝謝大家